今天是我们这个家的生日 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先 就已经拣选了约尔 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因此当我们讲到三倍恩典的时候 这个三倍的恩典源自于哪里呢 是在于神拆派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福音的源头是耶稣 没有耶稣就没有福音 没有福音我们继续在咒诅的里面 所以今天早晨我要很短的时间 跟大家来分享一段非常重要的 特别我们在这里欢庆神啊 这十五年来你在约尔这个大家庭里面 你行了何等奇妙的工作 都是源自于这一个源头 阿们 这个经文在我生命当中 也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 我很恳求圣灵 圣灵让我们听见这些福音的时候 这些熟悉经文的时候 我们不是带着说我已经听过 主我求你的宝血洗净 让我们真正再一次不是复习 不是重新聆听 而是主的福音 是带着能力 带着极大的恩高权柄 击碎在我们生命当中 仇敌所要掳掠的 我要带大家读罗马书五章 请大家今天一定要记得这一段经文 我讲到福音的源头 福音的源头 因信称义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德与神相合 把因信称义圈起来 我们既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这个称义是借着什么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德与神相合 第二节来 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 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不仅与神和好了 在和好的里面 有一个地位 有一个身份 有一个东西改变了 就是你因着这个称义 因着耶稣基督 不仅让我们与神和好 借着这称义 我们进入一个 非常特殊的位置上面 这个位置叫做什么 恩典的位置 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 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 探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 即便落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 因为在称义的里面 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第五节一起来宣告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好 我今天就要短短的经文 跟大家来分享 因信称义 我想我们在做很多纠徒 可能这四个字 我们都听得很熟悉 音信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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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你们今天 我们再次要回到称义的福音 你知道 我们觉得 这个听过 我们很熟悉 保罗却在对迦太教会 却说 我很讶异 很惊讶 你们这么快离开福音 去跟从的别的福音 今天保罗所讲的福音 是什么 我现在在说 什么叫做福音 整个福音的根源 都在称义 音信称义的里面 因此音信称义 这四个字 是非常不简单的 跟妈妈说不简单的 这四个字是非常奇妙的 是超乎你能想象的 音信称义 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么容易吗 我先要来说 音信称义 很容易让我们有一个误会 音着信 这个音这个字 我们不要把它解读 解释成为因为 音信称义的音 不是因为的意思 好像因为什么我们怎样 而带着一个条件 带着一个利益的交换 不是因为我相信 所以上帝爱我 怜悯我拯救 现在你们苏醒了吗 音信称义 不是出于你的信 我们里面的咒诅 我们的黑暗 仇敌的蒙蔽 我们的罪 让我们永远不会信的 阿们 因此音信称义 不能把它翻译成为 因为 因为好像带着一个条件 因为好像带着一个利益交换 下一页 好 没关系 再下一页 天父上帝为什么爱你 当我们讲到音信称义的时候 神为什么爱你 上帝为什么爱你 神为什么爱你 神的爱里面是出于什么 因为我很帅 我很漂亮 我很优秀 我很有条件 我很有才华 我请问上帝为什么爱你 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神为什么爱你 祂是爱 所以祂爱你 但这不是说错的答案 我再次要今天 我没有时间 我只要刺激大家 音信称义 是整个福音的根源 阿们 在这件事情上面 如果你不清楚 你会信了别的福音 我再次要说 天父为什么爱你 神为什么要这样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原因 没有理由 神的爱 不是因为你有什么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亲爱的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先搞清楚 称义 这个义这个字 就是成为完全的美好的 义 就是一种恢复 称义 上帝在他儿子耶稣里面 所做成的一切 都算在你的身上 上帝借着他的爱子耶稣 为你所成就 这一切都算在你的身上 我用一个例子 我再次要爱 就是没有原因 没有理由的 你最好不要有任何答案 因为我怎样 因为什么 因为我很痛苦 因为我怎样 所以神爱我 我告诉你 当然你知道神是爱 但是刚刚师母已经有提过 这个爱永远出于他的主动 阿们 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 神先爱了我们 但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顶撞上 神就爱了我们 我可以告诉你 爱这个字 永远都是一个主动 甚至这个爱 永远就是那高高在上 超越我们的 创造万物的这位神 他丰富的 丰盛的 荣耀的 是因为 我们之上的这位神 他爱了 我可以告诉你 你们还在吗 还在吗 再次要说 神为什么爱你 我再次要说 不是没有 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任何原因 没有任何条件 不是因为你怎样 反而是你有 你有或的 你是怎样 上帝的爱 永远是主动 不是被动 不是消极 不是没办法 不是看到你 然后很不得已的 爱你 你能明白 上帝的爱 是一个什么样的 还是一个主动的 你还没有想到他 他就想到你 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站在这恩典的地位 身份的转换 我们原本是罪人 明白什么叫罪人吗 因为你吸毒 因为你怎样 所以是罪人 罪人就是里面 很深对神的悖逆 对神很深的顶撞 我们里面是有祸 但神却主动爱我们 主动 差遣他的独生爱子 来到我们中间 我不知道我这些年 约尔有15岁 是出于神 这一个福音的大能 我不知道你能明白什么吗 称义 阴性称义 很抱歉今天时间有点急促 但我求神给我的心脏蔓 这是我生命当中 得医治 得拯救 我生命的跨越 这一段经文是我的救命经文 你知道吗 我以为我从小在教育 我懂福音 认识耶稣 我不懂 让我慢慢说好了 越急我越讲不清楚 我先讲 因信称义 这个因不是因为你怎样 因为你信 帮我打一下John Stott 好不好 英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神学家 斯托德 我们读这一段话 你永远不要以为 因为你相信所以上帝就要救你 他说我们非常有名的神学家 你永远不要以为 你永远不要相信 因为是因为你是相信 你怎样相信 所以上帝要救你 不错 你要称义必须出于信心 借着信心 根源于信心 我可以告诉大家吗 大家都知道我是牧师的孩子 我从小就在教会 我每一天读着圣经 每一天祷告 每一天我的父母催逼我们 要好好的追求 好好的聚会 我就是信不来 我也告诉在座的每一个 很怀疑上帝的 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 我从小在教会 我知道我里面 即便听一百遍的圣经 我还是不会信的 信不来 没有办法 在我的逻辑 在我的理性 在我的里面根源 对神就是对立的 不是相信的 是对立的 你没有办法想通神 神在你里面是一种虚空 神在你里面是无有 神在你的里面 是一种你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知道 我很知道 这个信心绝对不是出于我 阿们 今天我要帮助约乐家人 先搞清楚 这个信心不是来自于你 我们根本没有 对神有任何信心 好不好 我现在摧毁大家的信心 我从小在教会 我也背着圣经 我每一天就住在教会 然后我的父母也催逼我们 追求认识神 我信不来 就是信不来 吴神章在吗 你的怀疑我比你更厉害 信不来 不是你脑袋逻辑解开就能信 我可以告诉你 我非常怀疑 我没有办法 除非神怜悯 神恩典 神真的出于神的怜悯 圣灵打开我对祂的渴望 对祂的需要 我今天要讲的因信 信本身不是条件 阿们 不是你多会信 我可以告诉你 如今到今天 我要迈向61岁 我仍然要说 人对于神 若不是圣灵的恩典 在祂爱子耶稣的恩典 天父的爱 怜悯我们 我们是信不来的 阿们 使祂做成 一切都是祂做成的一切 而这做成的里面 也包括 把你对祂有的信心 神也完成 诚意就是 留意这里非常重要 诚意不只是 神看你不再是罪人 神看你不再是被咒诅 被刑罚 看你是完美的 完全的 即便我们还有很多问题 但因着你信心就是 你不但愿意看着祂 不但你里面 虽然对神 还是很多的疑惑 很多的挣扎 但你知道 无论怎样 因着你里面 那个微小的愿意 神看你 不只是完美 完全 这个意 这个字是完美 完全 但意 本身从圣经 让我们看见 它是一个关系 关系的恢复 修复 你可以明白吗 我今天其实 只要讲一件事 很多人不明白 总是我要服侍神 我要爱神 我总是要做 好多好多好多事 我今天真的要打破 约尔家庭 我们总是要做什么 来取代神对你的爱 你不做什么 你不觉得你是被爱的 你总是要表现一些什么 我总是要 要表现 我总是要 总是要做一些吧 我可以告诉你 做不来 那个信心就是 我只能像一个婴孩 像一个婴孩 我什么都不能 我连拿奶瓶的力量都没有 为什么要回转向 为什么要回转向婴孩 神为什么要在吃奶的口中 建立他的能力 因为我们都太能干了 我们没有办法像婴孩一样 单单仰望 婴孩连拿奶瓶的力量 连拿奶瓶的 这个技巧都不会 他每一天只能等着他的父亲 把奶瓶给他 诚意不仅让我们可以站在恩典中 我可以告诉大家 耶稣所做成的是什么 他所做成的一件非常伟大的事 不仅让你罪得赦免 让你站立在恩典中 当神借着耶稣 透过耶稣 因着耶稣 看着你的时候 不仅爱你 你能明白吗 这句话在我二三十年来 给我很大的解答 在诚意的里面 他不只是一个恩典的身份地位 是因着耶稣 天父看你 对你的爱 他如何百分之一百的 爱着他的爱子耶稣 今天耶稣所做成的 都坐在你身上 因此天父看你 就如同他的爱子耶稣一样 百分之一百 看着你 他如何百分之一 爱着他的耶稣 同样 神今天对你的爱 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爱 没有打折扣地 爱着你 这需要圣灵很大的工作 我的恐慌症 就是在这福音里面 不断地被医治 我总觉得我是咒诅的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 我从小是怎样 因此我是被咒诅的 福音的大能 不仅破除你的罪恶 破除你的罪孽 打破你的咒诅 福音的能力 大家明白爱 带下极大医治的能力 能明白天父对你的爱 是没有条件 他决定这样定义爱你 不是你很好 反而你很糟糕 但他在爱子耶稣所做成的 都算在你的身上 因此天父看你的爱 他怎样爱着耶稣 看着耶稣 他对你的爱 他就用这样的爱 爱着你 天父跟他的爱子耶稣的爱 百分之一百 看着你没有打任何折扣 你能明白这个吗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白诚意 我昨天晚上我分享 就好像一个做学生的 来到老师面前说 老师我相信你会给我一百分 我连考试都还没考试 老师就给我一百分了 我相信老师会给我一百分 还没有考试 因着我相信老师会给我一百分 我就得到一百分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 我从小是一个很爱运动的孩子 我天生最爱运动 我什么都 只要运动我就很开心 我那个年代什么球类 只要球能从地上弹起来的 我都非常喜爱 而且打得不错 篮球 排球 手球 乒乓球 只要球能从地上弹起来 甚至棒球 在那个年代 我都不仅参加校队 不仅参加班队 校队 我非常爱溜冰 家里没钱买溜冰鞋 我跟同学借溜冰鞋 借到有一次把鞋子 轮子给溜掉了 轮子不要跑哪里去了 我好着急 我把那溜冰鞋弄坏了 我去跟我爸爸 我不敢讲说 我把那同学溜冰鞋溜坏 我爸爸给我买一双溜冰鞋 可能我爸爸为了鼓励我 他说 儿子你只要考全班前三名 我就买一双溜冰鞋给你 那不是很为难我吗 我的经验里面 从来没有考过前三名 你要我考前三名 就买一双溜冰鞋给你 现在听众姐妹我告诉你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有条件的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明白 什么叫无条件 这天里面的咒诅 你就没有办法离开 脱离这无条件 今天早晨 求圣灵帮助我 在你的里面深处 如何能脱离 走着做什么 换取神的爱 亲爱约瑶家人 你没有办法靠做什么 换取神的爱 今天是神的爱激励我 以至于我们愿意甘心的线上 不是因为我为祂做什么 我什么都不能做 你可以相信我从小自闭的孩子 我是不能说话 不能言语 甚至我没有像观生 或像我们敬拜 我是五音不全 我不能歌唱 不能说话 我任何条件是没有的 恩典在哪里 恩典 就是我看着我的姐姐 看着我的弟弟 都拿奖状 什么都拿奖状 模范生 奖状 然后他们音乐也很好 什么都很好 什么都很好 我只能眼巴巴看着他们 但我什么都没有 怎么办 约了家人 你说我的人生又怎么办 我妈妈 花了很多补习费 甚至搞不好 就用藤条打 没办法 我努力 我赚不去 赚取不到任何分数 阿们 我非常努力 有一次又被教 老师教到前面 那是陆战队退伍的 一个师大毕业的数学老师 我又考不及格 反正就被教到前面 为什么不用功 为什么不用功 边打边念 那一次我不知道哪里的勇气 我老师 我每天花最多的时间 就是数学 但我的努力 甚至我妈妈花很多家教补习费 这样的付出 这么努力代价 我也花很多时间弄数学 换不到任何多一分的数学分数 非常挫折 我只能说神 我这一生我没有办法 你说相信是什么 相信就是神 我非常挫折 耶稣 我只能天天跟随你 怎么跟随 我弟弟不太爱读圣经 我就每天读 不管懂不懂 每天读让神的话在我里面 我只能单单相信跟随 相信跟随 因着信 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生命翻转 我的父母 当我开始服侍神 被呼召 他们亲眼见到 这个傻儿子 怎么突然变成有智慧 没有办法想象 我可以告诉他 我现在记忆力也是不好的 但是就是单单 那个信心 不是要跟神换什么条件 不是换什么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没有办法 我昨天还跟年轻人说 今天这种大楼 我可以告诉你 人家以为 约尔有一个多么伟大的牧师 我可以告诉你 约尔只有一位傻傻笨笨的 没有任何才干才华 一生只是 你们笑我说 就是跪在那边祷告的牧师 就是这样一位牧师 但你知道吗 多少教会建堂 到处募款 我可以跟约尔 弟兄姐妹讲 我们除了鼓励大家奉献 我跟师母没有在外面 募过一次款 没有 我回台北 我也没有募过款 我连提都不提 神亲自预备供应 这叫做因性称义 你反而看见自己的无能软弱 败坏不行 我最后用一个例子好吗 耶稣所做的都算在你身上 阿们 我就用一个例子 现在每次很多要线上报名 什么很多聚会 很多特会 很多课程 我会告诉你 要少QR Code 要搞这个 我终终不会 我真的不会 牧生这么懒 我就是这么懒好不好 那么笨 我就是这么笨 我就不想学 我就不会 我每次都需要师母帮我 不管线上 现在太多都是线上 要报名什么少QR Code 我想到这我就很烦 师母帮我线上报名 不管QR Code 什么这些 罗里巴说的手续 他所为我 他所完成这一切手续 做完之后 我做这一切 做了一切 当他做完之后 我也报名完成 没有一样是我做的 从少QR Code 从这些罗罗嗦嗦 罗罗嗦嗦嗦 你说我是这么懒 对 我就这么懒好不好 我笨 我就是这么笨 我就是不想学 我没有要你效法我 OK 但我妻子在每一次献上报名 她为我所成就的 做的这一切 做完之后 所成就是我的报名也完成 阿们 我很快要带弟兄姐妹来祷告 今天我只是要让整个约尔在15周年 回到什么叫做恩典的福音 这个恩典其实很多要可以讲的 我今天没有时间 当你明白神何等爱你的时候 还在吗 再给我一分钟 你知道神何等爱你的时候 当你犯罪 当你要认罪的时候 请问你是带着恐惧 被刑罚 被咒诅的心情 还是你知道神何等爱我 我不是带着要被咒诅 被控告 我只要神何等爱我 因此神只渴望赦免 神只渴望 借着你一次一次的认罪悔改 祂要帮助你救你 我在说 因为你站在这恩典的地位上 你就不再被定罪 即便你犯罪 神也不定你的罪 你的地位 恩典的地位 你不被定罪 仇敌不能再恐高 当然 这个过程是我们不断接受 仇敌的恐高 我只能说 神每一天我都需要你的爱 更多的爱 让我里面的恐惧害怕 就少一点 我的恐惧 我的害怕 我的惊恐 我的刑罚 我的咒诅 你要知道 恐惧带来什么 刑罚 咒诅 在爱里 就不再惧怕 这就是 天父在他爱着耶稣 为我们所拯救的 这就是恩典 阿妹 你要怎么赚啊 你要怎么努力啊 今天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 因此我跟师母可以全心为神 不是我们因为先为神全心 所以神爱我错了 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 因此我可以全心为神 阿妹 我们来祷告 阿爸天父 让我们真知道 福音 福音 都是神做成的 连信心 也是神在他爱着耶稣 所完成的 我们本来就信不来 常常怀疑 甚至咒骂神 甚至常常远离神 甚至我们不知道怎么爱神 我们爱的表达就是 为神做什么 神不需要你为祂做什么 单单的接受 信心就是一个接受 信心就是神 即便我心情不好 我还是愿意 我还是愿意 接受 打破一切 想要用行为的 宗教的 道德的 功德的 主要求你打破 这一切宗教的咒诅 把我带进到 神爱的 怜悯的 无条件的 没有原因 神就是爱你 看见你就爱你 父啊 愿我们今天整个灵粮家庭 都认识这个福音 不要去信从别的福音 在耶稣基督里 主我谢谢祢赞美 我们同起立 好不好我们先为大家祝福祷告 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来想 好不好天父我谢谢祢 主我们从罪人的地位 救主的地位 刑罚的地位 因着耶稣 我们站在恩典的位置上 没有人能夺去 没有人能挪去 父啊 我谢谢 你知道我们本来就是不爱你 我们本来就不能相信 我们里面从来没有 信靠神这种概念 但是在祢爱子耶稣里面 记得圣灵的工作 恢复我们里面的心 对祢的信靠 对祢的相信 对祢的爱慕 愿我耶稣就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引导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 永永远远 阿们 把荣赏归给神 哈利路亚